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上 这个凶 是做的吧 王上原来喜欢这么大的 不 王王 你这是什么眼神 这是朕的飞子 不是你的飞子 爱恨此小饼长 听不回望 我被你图 朕妃妹妹身体不舒服 王上陪着是应该的 陈妻这里 王上千万不用在意 陈妻喜欢孤独 生就是孤独 算了 三百年 皇后娘娘 淑妃过来给皇后娘娘请安啦 牛天鹅呀 大早上就让人流鼻血嘛 皇后姐姐 朕妃妹妹来了 快请她进来 朕妃姐姐来晚了 还请皇后姐姐恕罪 实在是昨晚皇上太过折腾朕妃了 皇后姐姐不要生气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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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怎么会生 朕妃妹妹的气呢 皇后姐姐姐 你实在不喜欢朕妃 却一直说的 一个皇后 一个非比的容认不理 朕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白人 把皇后打入冷宫 皇后烟 变心可爱 信字脱手一把晚 这天天这这什么时候太热了 我想要打麻将打叶子牌 有电视机有甜品的日子呀 这甜品我是知道的 可打王剑和打叶子牌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电视机又是什么 快快快 小婶婶 到你了 皇嫂 不要叫本王小婶婶 一点气质都没有 本王还没去心 去 看个皇后在做什么 这么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 皇上 娘娘和王爷 在玩一个叫叶子牌的东西 皇后娘娘有了好多钱财 葛公 娘娘都派了人护了 现在的民公已经对白遗的属性偷通了 你们这是好大的担子 请等住潢狗撕毁别的男人 跟著去弄沟 不不不 她 娘娘 皇上过来了 皇上不跟他的小亲人们玩 没事拦我这冷宫做什么 看来皇后的冷宫生活很丰富多彩 朕真是想看皇后了 既然这样 安谈今晚修认皇后事情吧 皇上 臣妾最近身子不适 实在是不适合事情 淑妃妹妹 一定会做好皇上的 天哪路 我去世秦 虽然皇上长得高大帅气 是这样一来 会得罪众多贫悲啊 那些小美人一哭 我心都要挂了 所以 只能对不起皇上这个大猪蹄了 皇后你难道一点都不想事情 你是不是忘记 你是真的妃子 皇上高大威猛 臣妾怎么可能不想事情 只是 臣妾最近真的身子不爽 皇上要是实在找不到人事情了 要不 要不就逼月吧 屁股大皮肤白身材又棒 一定会好好伺候皇上的 纵容 结尾的云角还没彩头 此时并不由我 荒野飘落 咱们挽留 你身的仇 老婉婉 你真是一点皇后的样子都没有 真要废了你 皇上又废了臣妾 臣妾真的好伤心啊 臣妾不求别的 皇上就让臣妾一直住在冷宫 等没臣妾这个人就好了 皇兄 你就饶了皇嫂吧 皇嫂可是丞相的女儿 废不得 你这臭小子 我带着你玩了这么久的叶子牌 原然是有了你一点点钱财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害我呀 皇上 你别听臣妾的 臣妾喜欢冷宫 臣妾 皇后娘娘 竟然把皇上惹身气了 那我们去看看皇上的 什么东西这么香 本宫这里没有什么食材 大家既然都来了 就是连本宫做的小点心 叔儿妹妹 快来尝尝 说非娘娘 皇上要你今晚试情 本宫今天生子不是 本来不能试试 让皇上找个在前面打 这天下 他空情全满分 只能细雨 一眼桃花心自然 心动 你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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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嘿嘿 嘿嘿 皇后姐姐 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要个 输完还过来 今天大到冷宫的钱材都给输门了 要不是因为手上实在没钱 我才不过来呢 嗯 事情啊 哪有打叶子拍好玩呢 皇上 少儿跟皇后姐姐约好了 就先走了 皇上昨晚赏赐书二的东西 是二个代表了 古婉婉 这到底是朕的后果 还是你的后果 去看看皇后在做什么 皇上 皇后娘娘她在 在那皇上做赌注 而且皇后娘娘 说给了淑妃娘娘 所以皇上 晚上淑妃娘娘 可能不能过来了 因为皇后娘娘过来 是钱 老天鹅呀 谁能告诉我 我为什么会说呀 我是真的不想吃鸡肉 说吧 真的皇后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赢了淑妃 皇上似乎不想见到臣妾 不如臣妾先行告退 找淑妃妹妹过来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香伯伯呀 阴谋诡计 天知道我又多不想赢 皇上 淑妃娘娘已经睡下了 说是说是让皇上今晚跟皇后娘娘玩得开心 好 很好 陆弯弯 你竟然这么想要是请臣成群 皇上 咱们把话说清楚 你说谁想要是请的 皇后娘娘 这是皇上让送来的婢子汤 皇上说请娘娘服用 该死的皇上 又不是我绝着那床心我 时候又对老娘下药 简直是个妥妥的大桌蹄子 既然你非得翻脸不认人 那我就不客气 皇上赏资的美容养颜的汤药 里面加了新与来的独家密封 很有效果 狗公娘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皇上 不好了 皇上 皇上 在轮宫织起了摊子 做起了生意 卖 卖你给的婢子汤 所有娘娘都喝了 这个鹿丸丸 真是好大的胆子 皇后姐姐 在这里面是什么呀 以前我怎么都没有吃过 这 这个 是我的独门秘方 以后想吃 就来我这 陈王 你还欠本宫五千两银子呢 你今天是来还银子的吗 还了银子 本宫才能卖给你这碗吃食 不然本宫担心你付不起钱 皇上 你又不缺那点银子 至于吗 拿来 皇上 皇后娘娘她 她把本宫撒掉了 我 想要 你又是什么 我 你难过 数个黑夜 与天明 皇上 皇后娘娘说 她要把冷宫 推到了重建 皇后娘娘 不好了 皇上又过来了 疼 很难去 皇上回去 本宫牵着身体 陆婉婉 朕看你的身子好得很 你把朕的冷宫都拆了 你不准备 跟朕解释解释 就算皇上把我削了 这皇宫我也有一份 我现在也不想要别的 皇上不如 把冷宫给我得了 我就想赚你名字过日子 陆婉婉 你所谓的赚名字 就是在冷宫开毒房 就是把朕赐给你的 帝子汤卖的 你可真是好样的 皇上这话说的不对 宫牵身身 本宫只是给姐妹们 找个乐子 至于你的戀子汤 皇上不是只赏赐了 陈婵一碗吗 何来能卖掉 没有我的国家秘宝 你那戀子汤 能卖得出去 皇后娘娘 除非娘娘 带着几位小主过来了 皇后姐姐 我从宫里 又找了先行 请连皇上赏赐 我的珠宝首饰 我还给你带了 好几个姐妹 来来来 我今天要翻本 难道朕现在 已经没有魅力了吗 黄兄 你还没回去 黄嫂今天 看来是没空 搭理黄兄了 陈王 朕帅吗 黄兄是整个京城 最帅的男子 陈王 你还欠本宫三千两银子呢 再不坏 以后就不要 踏进我冷宫的大门了 黄嫂 你别这么小气嘛 什么 不玩玩 这是把本宫的后宫 当成了她的后宫了 还让淑妃留宿冷宫 本宫要休了她 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 只想心跳的深夜 什么 皇上要休了本宫 快 把上次神王输给本宫的金算盘找出来 本宫要去分财产 皇后姐姐 皇上要是把你给休了 我们怎么办 皇后姐姐 你为什么不是个男人 你要是个男人 说就给你做欠了 不玩玩 你的意思是 要跟朕瓜分朕的江山 皇上说错了 本宫不跟皇上瓜分皇上的江山 是想分皇上的财长罢了 我们都要离婚了 以后我再嫁人 就是二婚了 人家说不定还会因为这个 看不上我 怎么 你以为被朕修了的女人 还有别的男人敢要 那我更要多分一点钱 这样就算我嫁不出去 我也吃穿不成了 想要分朕的财产 可以 先给朕生个皇子 朕就把江山的一半分给你 啊 我的妙子 是 是